主席 主席 各位動員 各位社會政務官員 請審處長 審處長請 審處長,我講答案你聽不懂? 大概可以 不乃通 我聽幾句 你的答訊 尤其是今天 我感覺你的態度要改變 你聽我講 是,你先講 有一個政府來 來被告一個公司 這個 人民 是股東 立法委員是董事 行政院長是總經理 過部會首長 你是副經理 你是副經理 你 這個副經理 對董事的態度 我先要改善 這個公司 不容許 一個副經理 就是欲強則強 你如果 讓我充分發言 像你這樣子 你不是 我們絕對是可以很平和的交換 你不是來 你不是來 政府的立場 你是來 在拔付 立法委員的主行 對 我就是在答覆他 所以他 他問什麼 你答什麼 你不是來 你不是來 他有沒有機會 讓我講話 他沒有給我機會 我知道大家講話講 他聲音高 那我們也是好 要不然我怎麼能夠讓政府的搶避那個呢 我跟你講 我絕對像你這樣子 我們大家絕對可以很平和的討論 謝謝你了 好不好 我要說你基本態度要改變 基本態度 我就是不抗不卑 我就是如果人家什麼態度對我 我就什麼態度對人 像你這樣子平和對我 委員我對你非常的尊敬 我們說你做FAPA 我們說在美國國會一起 我一直跟很多美國國會朋友講 像Tommy Hughes 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我一直講 我對你都很尊敬 謝謝啦 你不要給我安慰他名字 對啊 所以你尊敬 你敬我3分 我敬你5分 剛才幾個委員 人聲攻擊我 那你說我都不能講話 那我還有這樣子的嗎 那我們行政部門太糟糕了 沒關係 現在 我有中文版 跟英文版 這個 我們衛生署長 對 抗議的文章 在第一行喔 他說 I'm writing to to fight a formal protest 對 is with the adverse discussion 沒關係 對 他用I 你們用國家 我國 我國啦 委員我剛才已經表示過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一個落差 因為我們大家太忙 這點我們也覺得很抱歉 跟年輕同學 這個原來這個稿子翻個 不是準備做新聞稿 你曉得嗎 副經理喔 你還聽董事的話 請董事發言 現在整個台灣的政治圈社會 就在講我們這個 不顧我們的 不在顧我們的主管 所以這個 是 key term 是最主要的 整個立法院 未煩 跟這裡 就是要在政 這種問題 你在這種問題 你做手腳 愛 愛 你一樣煩 做我國 這是整個爭議的焦點 你這種 我講一個比較不客氣 真的從我心裡面行 你們是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委員 你如果講這句話 我是不是要能夠很強烈的回應呢 你這種 你在看他 你和這種ABC 你就不能翻 用愛翻作我國 你這是在詐騙耶 OK 這是一個exam 我能不能回答 不要回答 那你現在這可不公平嘛 你有質詢的權利 我有答覆的義務 這就是我為什麼有時候要搶話 我為什麼要搶話 這就是我們這樣 要不然我們行政部門 每天被你們罵得一塌糊 我們沒這麼糟嘛 這個的確有做錯 但是至少還有98分 這個的確有做錯 我跟我們七層總人講 不可以這樣子 翻譯就是要貼切 要信仰 好好 這有做錯 副經理這樣跟董事講話 我跟妳道歉 這不是第一處的錯 啥不掩喻 第一處 所以 I'm gratitude to you for invite me 最後一行 invite me 你翻譯就 邀請我國了 所以這是intentionally 不是 不是買 mistake 如果第一處是買 mistake 第二處就 故意的了 報告董事 報告委員 如果外交部 存心詐騙 我們就不會發佈 英文稿 我告訴你 我們詐騙集團 也沒有這麼差嘛 對不對 我存心詐騙 我就給你中文的吧 我講什麼英文講的 你都不知道嘛 對不對 我英文稿也發佈啊 我們的確中間有同仁 基層同仁 為什麼 我們就是資深同仁 每天要對內對外 我們沒有時間去合稿 你曉得嗎 而且這個稿子 originally 翻譯了以後 不是準備做新聞稿 但我現在很抱歉 我剛才已經講了 的確有技術上的差物 但是瑕不掩瑜 這個抗議函寒寫得很好 裡面根據IHR 的terminology 來抗議 然後他們幾乎 我可以講他搞政治 我不搞政治 我們的附件 就是兩邊的換函 我們裡面講的原則 transparency 跟consistency 全世界 現在有幫國家 跟大國都一直支持這兩個人 對不起 副經理跟總是這樣子報告 有點強勢 但是我要跟你講明事實 謝謝 這是誰翻譯的 郭主持 我那天要問 他們不肯跟我講 因為怕我這個講話太那個 是我們同仁 是我們同仁翻譯 我必須講我同仁 但是我們做資深的同仁也要負責 翻譯大概是用國家的立場去發 他要不要處分 我也許 也要問我今天我要做法 這是很大的錯誤 很大的錯誤 該做我 該做我國 invite me 該做 邀請我國 這是很大 委員我謝謝你啊 他們都覺得我對同仁太嚴了一點 現在一次次我要嚴格 是不是 請他出來打 我們是不是請國職司司長 對不起我不是要delegate 你請他啊 我是概括承擔了 我覺得我應該做最大的責任的 是承擔人 說明一下你翻譯的動機 報告委員 這份翻譯稿在翻譯的時候呢 其實我仍也在國外 因為我是參加的 我是也是到日內瓦去 禮拜五回來的時候 我有去跟同仁了解 你不要打負欄 你都不曉得 我給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我知道 我有去了解這個情形 我給你報告一下 那天可以 時間很短 因為說 才是10點要開記者會 記者會要公佈這個翻譯 這個抗議函 英文稿 所以當時我們就認為說 應該要把他把中文拿出來給 大家一起參考 知道那個內容 所以同時在那個時候只有 不到一個鐘頭的時間 好啦 同時大家分頭來翻譯 跟兩文稿 隨歡的請他站出來 不在這裡啦 不好意思 是司令的同事 你還不幫我解釋 你只在將時間 你還沒說完 好啦 你不用說 我蓋過承受好不好 OK 我蓋過承受 你再這個 official statement 對 你自己請給你是 Chinese Taipei 的這種 衛生署長 世界哪有 一國給這個 Chinese Taipei 委員 這就是我們巧妙的地方 我讓他一點小辮子 都抓不到 我可以指責他 他搞政治 你裡面可以寫連篇 中華民國 人家說跟他的立場 跟他完全沒有 就丟回來給你 你的抗議性要有作用啊 你這個 我們在這個WHA裡就叫Chinese Taipei 那就是 這個我會把你們 這個 吳敦毅接受呢 說當時 改做Chinese Taipei 我怎麼不知道 我這個立法委員 怎麼不知道 我們已經改做Chinese Taipei 我們從澳會模式 開始就用這個名字啊 這也是大家 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但是澳運 我們有說 Under protest 在抗議中 澳會現在哪有 現在老總沒有啦 現在老總沒有啦 他去承認說 我是Chinese Taipei 我不會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港 我要不要聽到一百港 做Chinese Taipei 這是百人在親吼爛 我們無可奈何去接受 我不是在我們的Official Statement 我們就是無可奈何 要不然你就要回到 台灣,China了 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們大概是 要不然以前就是 台灣KarmaChina 對不對 這是你的強編 我沒有強編 我那時候在那邊 我就知道了嘛 我就跟你說 如果不是Chinese Taipei 就要回到台灣KarmaChina 這是你在講的 兩個不一樣啦 這是你在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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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你看看台北怎麼拼啊 人家怎麼講 我們不能接受 這個名字 你不能接受 為什麼前兩年 大家參加我們舉國歡騰 前兩年都沒有問題 我們立場一定大家要 但是你們 你罵人家不可思辰 我們自己要可思辰 你們不能自己稱呼為Chinese Taipei啦 我們自己讓他找不到任何小辫子 我們以他給我的稱呼 所以這個寫的巧妙 也就是說 我們照他的 一切照他的遊戲規則來 但是我可以指責你 你們在搞政治 你們沒有符合你們自己的標準 而且這個最主要的是 得到國際的同情 這個我覺得最重要 你可以把中華民國憲法搬進去 都寫進去 RepublicChina寫100遍 但是哪一個比較有效用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效用 謝謝董事的指教 對不起副經理跟你 有的時候要說明很明白了 對你很失望 謝謝謝謝 我們希望發揮以前發帕 一起打拼的精神 好不好謝謝 好 接下來